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曾伟 台股在今天高低震荡来到了680点 中场是失守了万七的关卡 收跌288点 收在16933点 成交量6642亿元 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的张宇明分析师 曾伟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盘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宇明老师 好的 昨天重挫3404 今天盘中又重挫了5007 这两天加起来已经看到超过900点的跌幅 当然今天又报大量 代表今天套的量也是非常的大 这就是大盘最大的危险 那我想我在解盘的过程里面 一再也跟大家提醒到 这个盘不是没有危险的 你不要看不懂 如果你搞错方向了 买进去一定会伤得很重 那今天很明显的 我相信很多人 今年赚的可能这一两天都吐回去了 但是这个跌势如果只是刚开始 那后面就很难收拾了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长黑K棒的跌幅 你发现几乎把这个一个多月 除了这一天盘中的低点几乎都跌破了 跌得非常惨 好 那这个格局张宇明早就跟他讲过 不是没有危机 危机如果每个人都看得懂 那就不叫危机了 大盘电子股的危机在哪里 从股权系统就可以看出来了 来 我们看一下 大盘的格局 对不对 当然不对 你看这在创高的过程 这怎么第一线怎么这样支离破碎 根本拉不起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格局 我们知道这是所谓的邪恶的第五波 这格局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当三线转空 你不用看 后面一定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跌势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你操作上要很小心 有人发现电子股攒不动 赶快把资金转到传产 可是这电子股的套牢量 套牢这个问题也没有处理 那把它丢在那里 老师很开心地会讲电子股 他讲传产股 他赚了多少 可是电子股并没有处理掉 还在套牢 那发现这两天下来 我要连传产股也套了 现在套了一大堆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手中 你会发现你手中套的股票比谁都多 很少这样套的 因为以前都做电子 现在电子套了 没办法解套 有一天会解套 放着 再买传产又套传产 连环套越套越多越套越重 那我们说张艺民为什么不做传产 我们看这是阳明 你看这底部打多久 这是月线 所以这里是2003年 这里是2011年 你看这17年 如果套在高点 他只有17年才能解套 17年 不是一天两天 懂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说很多股票 如果你没有避开 接下来会伤得很重 传产股是一个 一定要非常小心的东西 因为他套老之后 你可能要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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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才能解套 到底多久 你可能套老之后 小孩子刚出生 到这个孩子当兵回来 搞不好都还没解套 所以很小心 说真的电子股当然是股性比较活泼 传产股是比较牛皮 盘在那里 有时候好几年也不会动 所以最近在涨传产 老师你怎么都不做传产 我不会心动想要做传产 原因我刚刚讲 你弯一套了 搞不好20年都还没有解套 好 那我们看一下电子股 创高是三天前的事 刚刚创高 创高完马上两个重挫 所以你看这个盘 有多难操作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个盘创高 对啊 刚创高而已 创高之后马上就两根重挫 对不对 马上就打下来了 今天可以先说来这里 今天的低点在这里 这条绿线 那如果你看今天这条绿线的低点 天哪 这三个月几乎全部套牢 就剩了一点点而已 有没有 你发现才跌两天而已 就把三个月的怎么样 这个低点差点都跌破了 所以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你要非常小心 我操作跟别人有最大不同是什么 很多人是没有踩刹车的 张爱民是非常小心非常保守 我跟他讲 这里要你要踩刹车 你要不要看他在冲 万一掉下来 你会把今年赚的钱 全部都赔上去 甚至加倍赔回去 这些话我都不今天才跟他讲的 张爱民到底看到什么 为什么你变得这么小心 你看电子股没有创高 有啊 就三天前 创高之后马上两根重挫 我们说重挫 今天低点差点把三个月低点都跌破 张爱民在股权系统里面看到什么 一 二 三 这么多卖出信号 区权根本就转空了 那所以你超商要不要很小心 超商品要 代表什么 大部分电子股是在跌 少部分的电子股在涨而已 所以你要买电子股 一定要非常小心 你不要乱买一通 那很多股票转空 你要看得懂 第一个要避开 那如果你有本事 反手放空 就这样而已 懂意思吗 有人说张老师 你股权系统 每天在创高 你怎么不创高 你怎么都没有翻多 那你觉得现在我的股权系统是对还不对 你发现那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地方如果翻多就有鬼了 对 为什么 你再看一次 今天的低点 差一点把三个月低点都跌破了 那这里怎么可以翻多呢 你翻多买进去不是最高点吗 多高 涨高的地方不是可以给你警示 告诉你这里有危险吗 不是吗 有没有 有啊股神系统可以抢 这里有危险 有危险 有危险 这么多卖出信号 提醒你 区限都转了空方了 怎么会好呢 所以张爱民跟你讲 这个格局不大对 当然有人质疑 质疑我们就祝福他 反正我也不可能爱每一个人 全市场只要一千个一个就可以 一万个一个也没有关系 我就够了 我也不需要每个都认同 我不需要 所以我们的这格局 当然我不会跟大家讲 这盘有多漂亮 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 张爱民在跟客户每天的提醒里面 这4月29号电子股最高点 也是大盘最高点 我们看一下 张爱民跟会员提醒什么 这边有写 电子股曲线在空方 有没有 电子股的曲线在空方 高档完成发生了背离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是我在最高点 4月29号 跟投资人 跟我的客户所提醒的讯息 就在这里 没有错 因为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电子股这个格局是不对的 就这样而已 所以张爱民的操作很稳健 我不会乱冲 我也不会电子股买了套了 发现涨不动了 赶快转传产 你现在转传产又套到传产了 原来电子股也没有解套 不是吗 所以操作上如果搞错方向就完蛋了 好 那我们看今天的 这个成交值排榜前面的股票 你看一大堆跌停板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盘势是非常不利的 最前面有量有价股票的跌停板 那领头仰就不见了 你看几乎没有看到一根红了 有了一根张亮 所以你看一下 这格局对不对 很多跌停板 成交值排榜 地业竟然有这么多跌停板 上市上规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这个盘面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再看 为何很少做传产 我刚刚讲了 你可能套的时候 小孩刚出生 你这个当兵回来都不一定解套了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张宇不做传产 好 你看这里 四四 这里是2010年 来到这里 四四来到四块钱 不是跌了九成吗 你看跌了九成 跌到这里 终于在今年 拉上来了 那如果你从2010年 现在套了十一年 天哪 有很了不起吗 在不大做 很少做传产 像面板骨这我几个都不碰 原因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看事实上最残酷的事情 就两个字叫比较 比较让人家觉得 有时候无地自容 同样毕业的同学 有人都已经买房子了 娶老婆了 开很豪华轿车了 那如果另外一个同学 在学生的时候 他全班第一名 这时候他在做很卑微的工作 然后也赚不到什么钱 你看那是比较钱 我当时第一名 人家最后一名都这么好了 那你还在那里 所以有时候比较会让人家无地自容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这个中 这个叫 那个台都已经关了 这个华人电视台 当时的国民党部大佬 巴德鲁在录影 那我在录影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在对接 我录完影走下来 他一对接看到我 然后就跟我招手 张晏铭 张晏铭 我再跟我招手 我说真的 我跟他也没有交情很好 他学生的时候很臭屁 那我是比较实在的人 我跟他没有很好的交情 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当我走过马路 忙我了 张晏铭你在做什么 我在电视分析股票 我跟你讲 我在开什么什么样的公司 我您应该有多少 那你现在开什么车 他说我 他就自己讲 我现在开 S 这个 300SEL 那比较旧款的车 虽然是宾市 这十几年前发的车 他说这比较旧款的车 我开宾市 SEL 张晏铭开什么车 他应该很希望 张晏铭说 我现在开福特的 我现在开Toyota 我现在开喜美 他应该很希望听到这样的话 那我平常都腰间 都挂着我的钥匙 就把他拿起来 我开宾市 300最新款 350最新款 看到这个钥匙 他就说 你老大 他说我是老大 他本来可能想要损我 结果被我钥匙拿起来 被损了 反损他一下 我也没有损他 我就实际感觉 我开这个 最新款的 看完就没话讲 所以有时候人家怎么讲 比较 要跟你 可能是恶意给你羞辱一下 都有可能 那我们当然要自力自强 我们不能被人比下去 所以我们市场最残酷就是比较 那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透视频 你今天买的股票 如果套了一塌糊涂 我想你心里一定很难过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看这些重要型的股票 来 南电 今天跌到这里 高点366 今天跌到这里 代表这一个多位买进 是不是全部套了 那这档股票 赵一鸣我跟你讲 他已经转为空头格局了 有啊 有啊 赵一鸣放空 扣讯在这里 这什么时候放空的 这个4月19 当时空的价位是318 今天跌到这里 我今天回补了 今天先把它回补 今天是294 所以我今天把24块钱 把它放到口袋了 那你看这一段 去放空 对不对 好像非常正确 那如果你要做多 可以啊 你做到这段 一定有很多钱可以赚 但是来到这里 你不能再做多了 所以我在这里放空 今天把它回补 把24块钱 一张2万4 轻轻松松 把它放到口袋了 那对照很多人 今天套老人 他在1027年难过了 不是吗 来 南电 你知道一鸣有没有讲 有啊 有啊 电视网里面有啊 南电啊 对不对 好 立即 今天第二根 昨天跌停板 今天第二根的跌停板 昨天跌停板 有量有价 这成交值把我们地业 非常成交值很大的股票 成交值很大的股票 今天看到第二根跌停板 第二根的跌停板 也是很差 跌到411 拉得很深 我们看一下 已经两根跌停板了 今天也是一样 在成交值平板板里面 大概第八名 也是量很大的股票 而今天打到跌停板 这些四五百块的股票 都是中时户在买的 但是看不懂 对不起 送你两根跌停板 不会跟你客气的 这两股票的格局 到底是什么 来 我们看一下 我跑到这里来 不好意思 来 看一下 今天图卡 来 我们说立即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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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来 立即 我们看一下 立即 来 从高点 六百 八十八跌到今天 四百 这个11 已经看到两百多块的跌幅 所以我们说这一段 你要避开 如果你没有避开 你一张247块 就不见了 你看多惨 这格局是应该避开的 没错 好 那我们看股权系统 它呈现什么格局 你看几乎把今年的低点 全部都跌破了 你这一整年买进去 全部跌破了 有没有 两根跌停板而已 原来这是空头格局 昨天一根跌停板 今天再送一根跌停板 高档早就转空了 到这边 张爱明放空 在这里 时间4月22 当时是535放空了 抠讯都有 张爱明解盘的资料 一定有抠讯 是会员买的什么等级 普通特别总统 一定有抠讯等级 懂意思吗 这边都有写 好 总统会员买的 因为它价格比较高 一张五十几万 好 高点五三五放空 今天跌到 四百四十二 空单先获利回补 涨停左右 要把它获利回补 赚多少钱 九十三块 九十三块一张 就是九万三 当然我的客户 应该是不会空一张 最早十张 九十三万 轻松松把它放到口袋 这叫什么 这叫操作 对照很多人股票套牢 你看多惨 所以空头 转空了 你要看得懂 要避开 懂吗 你可以不空 但是一定要避开 因为不避开 我放空这九十三块 可能就是你的损失九十三块 那一张 赔下来就很惨了 看懂吗 因为这是空头格局的 所以我们这很多股票的格局 你要看得懂 看不懂就会受伤 赞米有没有讲 有啊 立即有啊 有讲啊 十二号讲的 十三号讲一遍 所以一定有讲 没有错 空头格局要做什么 避开 放空 就这样而已 你可以不放空 但是要避开 看不懂 你就没有办法 赚到这样的钱 你可能没办法避开 这样的风险 好 凯美 今天我们一样 赚十四块 十四块 十四点五块 把它放到口袋 说真的 这个格局要看不懂 还很难 一二三四 这么多卖出信号 空头格局要看不懂 还非常难 这是普通会员操作的 那这样是不是很开心 很愉快 非常的快乐 股票就是这样而已 好不好 来凯美 电视有讲 十月十二号电视 画面有 好 好的列年 什么列入出来都没有关系 我们都可以驯服它 多头股票 找到 空头股票 我们看得懂 也避得开 甚至可以反手放空它 这就是操作 有没有道理 好不好 与强者为伍 跟智者同行 迈向你要的股市人生 我想这才是你要的 你现在如果手中 套了一大堆股票 那很简单 表示你的操作 一定是不及格的 完全都没有 做空的想法 或是你手中 完全都没有空单 连转空你都不知道 未来的伤害一定很重 因为现在在台股的 历史高点附近 才刚拉回两天而已 所以一定要记着 在股市里面 就是要跟强者为伍 跟智者同行 这样才能够迈向 你所想要的 股市人生 懂意思吗 来世新 跌了 59%了 已经看到 六七根跌停板 非常非常惨 一旦股票跌那么深 说真的不容易 大盘才拉回两天 你看他已经不晓得 几根跌停板了 我们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不小心看到 七根跌停板 所以如果买到 世新的人 真的是欲哭无礼 要靠 无法晒 要靠 又靠不出来 要靠 靠不出来 为什么 七根跌停板了 你看这损失多惨重 好 再来你们给你提醒 世新转空 3月23电视方面有 世新转空了 没错吧 天哪 趋势往下 筹码理论 动能不足 你根本就不应该 买这种股票 你买这种股票 怎么会有钱赚呢 懂意思吗 像我们放空的 利器 这个来电 开美 轻轻松松 就把钱放到口袋了 说真的今天出门之前 我真的很开心 为什么 有一个投资人 寄荔枝来 我相信荔枝你每年都有吃 但是今年你可能 还没有看到荔枝 寄了一大堆荔枝来 他说他在屏东的 刚刚生产 说真的刚刚生产都很贵 寄一些来给我吃 说真的我很感动 不是说这荔枝很贵 我想也没有多少钱 或许两三百块好了 但是感觉不一样 他觉得赵明 帮他避开了风险 让他创造获利 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说真的 这个荔枝 今年荔枝应该蛮好吃的 真伟吃一颗吧 说真的我也没吃过 因为刚刚开始 我不晓今年缺水 不晓荔枝好不好吃 吃吃看 应该是蛮开心的 很甜 真的很甜 我今天带来这个 等一下都给摄影棚 待会留给摄影棚 各位辛苦了 好 那我们看隔几转空 你要看得懂 看不懂 你就会受伤 你就会乱买 懂意思吗 好不好 这荔枝真的很好吃 说真的荔枝 一整年出来 可能好几个月都有 但是刚刚出来 吃到时候 就很 人觉得很不一样 大家都没有 我们就吃荔枝 很开心 所以我们 这个股市人生 也应该这样 过着你想要的人生 你不懂 不要乱做 简很快会输光 不懂 很简单 跟着会做人做就好了 好不好 来 我们再看 还有很多股票 来 世新 世新 来 什么格局 原来转空很久了 那你看不懂 你就会中奖 金利科更惨 金利科 今天几根跌停板了 头这边 九根 今天第九根跌停板 那我想买到的人 真的是 哎呀天啊 当一档股票跌幅超过五成 你的命运已经交给别人了 九根跌停板会没有超过五成吗 头这边 所以先想看 当一档股票跌五成 你命运就交给别人了 懂意思吗 你要停損 你停不下去 很多人还在跟你讲 这个多好 说真的我们看得很讶异 一档股票九根跌停板 还有人来说他好 我们不晓得脑大在想什么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不讲会被骂死 他不讲所有客户来退费 没办法不得已要讲 九根跌停板怎么会好呢 那好怎么会九根跌停板呢 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好 哦错了 第九根 今天看到第十根呢 一档股票你要看到十根跌停板 说真的我看有的人真的是欲酷无泪 这也不晓得怎么形容他心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看到十根跌停板 头这边 所以我相信有的人 我也不会形容 我相信荔枝再好吃你就吃不下去 十根跌停板 天啊 十根跌停板 好 这不是早就转空了吗 对啊 这早就转空 你要做这一段很好 有钱赚啊 但来到高点转空 你要出场啊 懂于是吗 这股票的净值就七块一了 七点一七 很多人去买 买完之后 回归基本面嘛 好不好 来 人生最清醒的时候 什么时候 天灾降临的时候 东窗事发的时候 大乱临头的时候 重病缠身的时候 遭受重挫的时候 就人生最清醒的时候 那你看这个一三五 这也不算天灾 应该说人祸 大祸降临 遭受重挫 好像不在讲金利克 讲世心吗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很清醒 有这档股票的人 很清醒 人生最糊涂的时候 春风得意 得犬转横 金钱来得很容易 每天涨停板很容易 现在跌停板就不一样了 想要占便宜 最后你发现 中了别人圈套 被阻力出货了 十根跌停板 说真的我们看得难过 当金利克套在里面 你会发现你很清醒 可是已经来不及 因为你已经很惨了 投资朋友 转空就是要出 不要跟他玩了 十根跌停板 很惨 十根跌停板 我相信很多人 他在这里面是很痛苦了 那我希望能够帮助 更多有缘的投资朋友 当然这个佛门虽大 不度无缘之人 没有缘我们不要强求 有机会我们做一个好朋友 时间交给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掌底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怎么样跟张宇敏联络 你可以扫买 营幕上的QR Code就可以 拿起手机 用LINE加碰合方式 扫买QR Code 免费加入我们LINE 加入是免费的 参加会员 跟着动作才要钱 好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故问题 一并发上来好不好 来 艾浦来 今天又中错了 张宇敏跟你讲 不要再跟他玩了 请问对不对 今天跌到640几 漂亮 没错 跟你讲 不要再跟他玩了 张宇敏出场是743 今天剩下640 差100块了 6趟安安全全下庄 41%放口袋 所以有人说 在股市里面 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是有一天你离开了 你带多少钱离开 那才是真的 所以很简单 这档股票 我们把41% 把它放到口袋 这叫真的 懂意思吗 那你跟他迷恋 再跟他玩 你就吐回去了 懂意思吗 台积电格局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 很久很久了 对不对 台积电不会涨 台积电的协力厂商会大涨 那才有贵 张宇敏这话都早就跟你讲了 对不对 来 联发科 配股力 要配很高的股力 结果涨停板 结果两天全部跌回去 就跟台积电一样 他不是提高股力 股价会大涨 他甚至不要发股力 反而股价会大涨 今天联发科是最好的例子 看到吗 他要发股力 结果股价 反而第一天涨 结果全部跌回去 反而重挫 把钱留在公司 做更好运用 是正确的 你把它发为股东 股价也是砍下来 有什么用 懂意思吗 来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 只想赚你的钱 而不是想帮你赚钱 想赚你的钱 跟想帮你赚钱 那是不一样 那如果有人每天都想 想要赚你的钱 那不是想帮你赚钱 那你怎么可能赚到钱 这个道理懂意思吗 来创意 台积电子公司 对不对 不对啊 这歌曲不对了嘛 汉唐 做台积电无城市设备了 对不对 这么多卖出去 那怎么会涨 你看得懂你不会追 你甚至想要放空它 看不懂你就追进去了 就中奖 精彩 这转工四五个月了 你看今天又破底了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当然就是赔钱 而且还没赔完 懂意思吗 万论三线已经跌破在临走 非常小心 格局完全不对了 润康两个卖出讯号了 卖出讯号不对了 来蒙利三线转空了 加邦转空很久 一阵子 创高古文献拉不起来 低线在短上档压力重 这格局都不对 元经几个卖出讯号出现 三线转空 鸿海格局不对了 来美容店三线转空了 易容店即将三线转空 精英转空很久 很多卖出讯号 高端力下面你要再临走 危险了 华讯尖三线转空卖出现 加邦转空有一两个月了 格局都不对了 有人说 老师你买的名义怎么样 名义在这里 请问这里以后很危险吗 如果这里我就跟你说 这里我就还好了 懂意思吗 好不好 上次的奇亚币题材 更正这个比特币题材 汉讯涨了29倍 所以你有什么好紧张 都还没涨到你紧张什么 懂意思吗 每人都渴望成功 却又使不付出代价 最后就是付出更大的代价 懂意思吗 股市最安全的路由 就是跟赢家同行 东森粉丝大利 手机少买QQ 少买免费叫我们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信用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事故问题 一并发上来 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的 个比有加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引稿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